大家好 主要介紹一下 我是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林明成 今天我們要來 這一個就是要來分享 台灣民政府的手法改革 跟我們的租款 既然叫做政府一定是有租款 一個國家一個政府 一定有校長的租款 一個效狀的對象 我們台灣人應該要效狀誰 我們要來講這個部分 至於轉型爭議的部分 時間的問題 可能我們在高級班的時候 後來高級班的時候 我還要電話拿去 因為我這百多年的資料 可能要用一點點的時間 可能比較保守 比較沒辦法 我就說比較最小 我調查一下 我們這裡有原住民的 當時我們走這裡手 有喔 好 你們聽得懂台語嗎 聽得懂台語嗎 稍微可以啦 那我就國台語雙聲帶 我是比較喜歡說台語 說台語比較有感情 說法語沒辦法因為 我們一些原住民 原住民的一些動心 因為這個六十幾年來 都叫文化的清潔 你如果不要說法語 你沒辦法去做工作 會更慘 所以已經很多都不要說台語 還會說法語 當然這個部分 我們後面這件之後 要來專辯 我們的官方語言 高興可以改 改 改做英文 日本跟台語文 當然我們的母語 我們的各族群的母語 那個全部都會做一個推廣 還會做推廣 做保留 保留我們的文化 然後做一個進化 不是保留而已喔 不是維持現狀 是要進化 這大家要注意喔 首先我們來介紹 這個正義女神 全世界 包括共產主義的國家 的發音 都有一個形象 都有一個象徵物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如果有嚇過發音的人就知道 我們的發音的門口 一定有一個正義女神的形象 正義女神 她是一個女人的形象 用眼罩 把眼罩甩起來 手牙 我站起來 手牙的保險 絕對的制裁力 跟天平 眼睛蒙起來就是說 她要無視被告的容貌 跟她的權利身份 家世地位 不能像中華民國這樣 有錢 破生沒錢 破死 不能這樣 為什麼要用 男人的形象 因為 未婚十八歲 我們現在有一個 公平的一個年紀 就是說她18歲成年 或者是未滿18歲 她是未成年 未成年的孩子 她還在學習階段 你就不能用 絕對的制裁力 讓她去背負這個 承受這個所謂的那個 糾正 糾局 或者是說她的制裁 所以 用男人做一個形象 就是說她還是 她的司法裡面 還是帶有一點點的情分 可是只限制於年紀 年紀還沒到生年 他可以有一點點的 所謂的色眠 一點點的色眠 那其他大於 15 18歲以上的成年人 一圖都是一樣 一律平等 都一樣 我們來介紹我們目前臺灣的現狀 臺灣目前的現狀就是 日皇屬 屬地 美國佔領中 然後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藉由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代管到現在 暫時代管 這個禪市已經太久了 所以我們臺灣人撞不住 我們去向美國 還有什麼呢 戰後遺棄台灣 你沒有按照戰爭法 讓我們臺灣人建立民政府 自己管理自己 你不按照萬國公法這樣做 所以我們 當初是在2002年的時候 我們臺灣民政府 我們就糟糕 228的先輩 我們就連名去跟美國鼓 當然這戰爭 我們打到現在就是在 最高法院那裡 現在不正是各自中 各自的原因是 因為他沒有做最終處理 還不可以破 不過在國中發營的時候 已經破好了 臺灣人沒有國籍 臺灣人沒有 全世界生命的國籍 沒有政府 沒有自己的政府 臺灣人生活在 政治聯絡的手套 其實很多 包括我們臺灣人 要去入稅金 中華民國 有需要 我們臺灣人 為什麼要去跟中華民國做兵 當然這部分 一部分我們已經有在進行 臺灣民政府這裡 我們知道臺灣孩子 再來 還過一兩年 我們的孩子就不用當兵了 你可以看 那不是馬英九的德政 那不是馬英九的德政 那是我們臺灣民政府 去要求美國 按照戰爭法 你不能夠戰爭 不能轉移主權 我們是戰敗者身份 我們日子世界大 在日本地國戰敗 定義我們臺灣人戰敗 我們臺灣人是比這領先 我們臺灣人應該要按照 那個建政法 我們來成立 戰敗者的民事政府 就是這樣 首先來介紹這個LOGO 這是美國司法部的那個一個LOGO 在中文這就是我們的主權 這就是主權 這就是美國這就是尖領款 這中華民國因為他死了 所以我沒有用的LOGO 用的憲法的第一章 你們等一下看他的憲法第一章 中華民國憲法的第二條 第一頁 第一頁第二條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權體 主權在民 全世界只有他主權在民 所以人民擁有主權 所以他跑到澳洲 他可以在澳洲那邊宣示有沒有主權 他們說有耶 說主權在民 他跑到哪裡 四海都是中國人 四海全部都是中國 所以我們就 你跟他說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是中華民國流氓在台北 結果他不是喔 現在他說要中華台灣 我是跟他建議啦 你們等他碰風的 中華地球 整個地球都你的啦 都在流氓的地方 那就是中國人碰風的文化 中華台北 跟西藏流氓政府在印度達南沙 是一樣的意思 一定要大家來知道 他們的首都在那些東西 不是在台北 都不是在台北 首先我們來介紹 這個日本 我們說話說日俗美戰 這個日本 我們俗的日本是對這個日本 我要照這個口給各位 提醒清楚 我們其實是叫做台日本 不是日本喔 不是日本喔 日本人已經不是日本人了 台灣人就是日本人 為什麼要這樣說 比較常我們來分享一下 台日本帝國的英文名 叫做日安排of japan 這是正式名稱 對全世界公認的一個名稱 現在的日本 那是日安排of japan 不是 不是啊 現在的家立聯合國 日本叫做japan 叫做japan而已 他不是 不是大日本帝國 但日本帝國的憲法是 是一個 近代基於那個君主立憲制 君主立憲 他當初是去 copy那個叫普魯斯帝國 帝國的前身 德國的前身 那把那個 普魯斯帝國的那個憲法 拿過來日本 亞洲這邊 然後把它經過適合我們 亞洲人這邊的政治 結構下去做修改 還有我們的一些 習慣方式 自然的習慣方式 做修改 做個修改 這個定的憲法 君主立憲制 君主他去設定一個憲法 然後大家來遵循憲法 讓人民也擁有參政權 所以 洪帝責皇帝制 他不代表說他不民主喔 英國他是不是皇帝制 英國是皇帝制 那英國他們有沒有選舉權 有齁 所以我是要這樣比例 因為我們台灣人很愛說 有選舉才有民主 其實中華民國的選舉就是跟我們含了 不是代表 沒有絕對的 不是絕對的 我們在台日本帝國憲法 是在一百百九年的時候 所以要做建制的 現在 相對 相對 現在的日本國憲法 相對於目前的 不好意思 我又忘記有那個 原住民通信 高砂族通信 相對於目前的日本國憲法 也被稱之為舊憲法 或者是戰權憲法 那值得注意的是 這一部憲法的名稱 帶有大日本帝國 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是在昭和11年 1936年的時候 開始國號稱為大日本帝國 那我要問大家 台灣是在1945年的時候 因為造書 然後加入大日本帝國 那所以 我們那時候就可以確定說 在1936年 大日本帝國 就是一個 整個大日本帝國的 的那個 對外的一致的名稱 Ampire of Japan 不是Japan而已 這條文 都有 這條文一共有七張 76條 那這個就是 憲法的本文 帝國憲法本文 憲法的本文的規定就是說 那個天皇 還有臣民的義務 還有他整個國家體制 的那個關係 他應該要有的一些 那個基本的一個大法 那個憲法就是基本大法 然後 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 我為什麼要貼這兩張出來 這個是憲法 那天皇怎麼樣讓這部憲法有效 他是不是在這個憲法上面簽名 不是 因為憲法是屬於人民的東西 是人民要去遵守的 所以他就在這 他就另外寫了一份 造書 天皇的造書 那當天皇的造書讓憲法有效 所以天皇的造書 層級高於憲法還是低於憲法 高於憲法 我們就要知道 對於帝制的國家來講 君主 一個奉帝的意志 是比憲法更高 更高 更高 所以我們台灣人在1945年 是因為 日本國修憲讓台灣人 變成大日本帝國 還是因為憲法的那個 最高層級 更高的層級 天皇的造書 大家知道 天皇的造書 這叫做恩典 所以不需要去追究說 他有沒有經過所謂的 形憲制憲的那個會議 不需要 那是因為天皇造書所生效的 所以他的層級是高於憲法 不是等同憲法二 是高於憲法 這個造書 這個憲法 有效 所謂造書的層級是高於憲法的 這要給各位講 所以最近馬英九在講 最近馬英九在講 說阿祖 丟飛台 天皇他沒什麼造書 天皇沒什麼造書 那是這樣 沒有啦 他沒注意看 他在找雨冰 其實他也注意到這點 我們在江湖 他都在聽 他都在聽 天皇 阿祖 我們丟飛台 在我們台灣 比我們台灣 不是什麼 像現在日本國在講的 那無事 那不是啦 是因為馬官調教就地踏坑的 在吉隆港外海那裡 在那邊點交的 在那邊點交的 那經過三個月 大家都沒有任何的糾紛 沒有任何的爭議之後 就是生肖日 就是這樣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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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介紹 台日本地國的體責 簡單介紹就好了 這就是天皇 第一種就是天皇 第二種就是成民的義務跟權利 第三章 是講帝國議會 帝國議會有包括貴族的 有包括一般平民的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 都擁有參政權 都有參政權 有參政權就有參戰權 這是相對的權利跟義務 再來 例子中就是講到這個 那個政體的體制 國務大臣的蘇密院顧問 就是那個憲法實施的機關的最高層級的 這就是修法 第五種講到修法 第六種講到會計 會計制度 會計制度很重要 所有的賺錢都沒有錢 要怎麼做 怎麼做 所以一定要 會計制度一定要用得好 專款專用 要專用得好 日本人 美國人 這條錢要做什麼用 就做什麼用 這條錢要做什麼用 做什麼用 不可以用什麼 大水庫原理 中文說用什麼大水庫原理 是齁 挪用公款 而且公然 齁 全世界 統統說有一個制度 不能用大水庫原理 現在要追究的時候 他們說什麼 歷史工業 說這歐歐之前 現在就這樣 現在就這樣 現在就是軍政時代 你憲政時代 你還要用軍政時代的東西嗎 可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 一個國家在實施法律 在走這個法令的時候 一定要因實制宜 或者是因地制宜 因實制宜跟因地制宜 軍政時代 訓政時代 憲政時代 憲政時代 這三個時代 在走的法令 跟他的行政命令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 沒有什麼歐歐 歐歐這個中文民國 在做官司 大水庫原理的 這歐歐歐都來講下層 都來講下層 再來第七章 第七章 第七章講的就是補責 就是說 騙法 這幾個頭前的 六個大的結構 沒有寫到的部分 包括修憲的程序 包括自憲的程序 包括國家面臨 那個危機的時候 怎麼處理 在補責怎麼下到 那有型的時候 我們這些年輕人 上面那個Google 你們關鍵字自己查詢 因為這 他們出了很多座 我盡量不要去農費座 所以給大家 回去的時候 做一個自己進修的作業 你們回去的時候 自己可以看這個 現在那個電腦很方便 看沒有日本沒關係 那個螢幕上 那個維基百科 旁邊有很多 很多國的議員 包括西班牙語 全部都有 英文 日文 德文 全部都有 也有中文 我們看有中文 我們就來看中文 我們要來注意就是說 東雖西的天皇用了什麼權利 天皇是大到什麼程度 天皇來 第一條就是天皇的主權 什麼主權 國家主權 國家的主權 第二 第四條 第四條就是統治大權 統治大權 就是說 他這個 國務大臣和蘇敏院 這兩個行憲機關的最高層級 是由他任命 是由他任命 還有一個就是統帥大權 什麼是統帥大權 戰爭的時候 誰是最大的負責人 最高的負責人 所以這三個頭上在下一個就是 政權 一個是治權 一個是戰爭時候的狀況 這個大家要怎樣 他所有的權利都在天皇上手頭 所以在日本 大日本帝國的時代 我們的天皇是叫做絕對君主制 所有的權利都在他身體上 都是他的身體上 戰爭之後 台日本帝國時代 所有的國民 所有的皇民 全部都是直接對天皇效忠 不是像現在的日本喔 現在的日本那不是直接效忠 不是現在的日本 是日本國是叫做虛偽效忠 二維效忠天皇 這個不稀奇啦 這不稀奇啦 大家怎麼知道戴英國學 沒聽過嗎 戴英國學都在54個國家 包括加拿大 包括澳洲 包括紐西蘭 包括馬來西亞 包括印度 我說的都比較大塊 比較小塊 包括新加坡 這都是效忠英女皇 包括英國自己 他說有54個國家效忠天皇 那個英女皇 所以英女皇有沒有國籍 沒有啊 他要用這個做國籍 因為大家對他效忠 他是被效忠的對象 他是皇帝 所以一個皇帝體系底下 有沒有規定可以擁有幾個國家 沒有喔 英女皇擁有54個國家 這裏面還有分喔 直接效忠跟虛偽效忠 不一樣 直接效忠英女皇的一共有16個國家 這就是要做嚴格啦 嚴格定義的時候啦 這是16個國家 直接效忠英女皇 如果英女皇皇室裡面有遇到麻煩 這16個國家 不需要經過宣戰手 那個程序就直接就過去了 或者是任何的那種程序就不需要 還有38個國家虛偽效忠的 他們會看情形 然後做一個那個聯繫之後才會去動 這個權力跟EU都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看 這個法庭 下面不一定說 可以有幾個做國家 我們現在要來講 國民黨把我們打給我們台灣人 很可能 我沒有這樣選韓國沒辦法 他說我們日本人當時 那個打是我們台灣人 那打是那個小孩 我們當小孩的 都把我們欺負啦 國民黨都這樣把我們打 後面我們還會給日本人管 那會 不會啦 我給各位保證不會啦 因為現在的日本國 在1952年的時候 簽訂就新山和平條約 在和平條約上面白紙黑字 他放棄台灣的主權的管理權 他不會再關你們台灣了 以前台灣總統是上牌的 以前一百九五年之後 一百九五年之後 一百九四五年的四月前進行 這段時間軍政時期跟訓政時期的時候 台灣的總督 是由日本天皇直接派任 那四月一號之後 1945年四月一號之後 台灣的總督因為 造書的生效 然後他的任命權是在 大日本帝國內閣總理所派任 是首相所派的 所以日本就是在那裡 古金山和平條在切割 就是切割這個東西而已 他的臺灣總督府的 或是總督派任官 為什麼乾脆這樣 白紙黑衣衫這樣就好 因為 日本帝國 他在1945年 八月十五千百 在當年的十月二十五 叫做 臺灣這麼說的光復節 那天 我們臺灣總督府的官座 竟然 竟然要怎樣 改善 非法解散 已經被解散的東西 他能夠在1945年上面 白紙黑字寫說 我放棄那個已經消失的東西嗎 可不可以這樣寫 不行 可是日本他不承認說 那個官司不在 現在那個官司還在 臺灣總督府的官司現在還在 只是目前已經在成語被解散之後 目前還沒有重建 其實我們可以重建 我們可以重建 我們現在在重建這件事情 正確的一個主權 可是在佔領狀態之下 我們只能成立什麼 民政府 不能直接成立臺灣總督府 這要給國際報告一下 所以他在日本在旧金山合併條 是放棄臺灣的換座的派人權 不是放棄所有的主權 他落地有什麼東西 這才可以放棄 他不可以放棄別人落地的東西 是不是這樣說 是 比較常我們可以來分享 這點說得比較深 我們就可以知道 日本到底是放棄什麼東西 我們臺灣是 為什麼 不需要經過獨立 就可以來 自己管理自己 不用再給日本人管 當然我們要有這個本書 如果沒有這個本書 我們可能要請日本人 幫我們搗三天 當然 他們要 那個 他們戰敗之後 那個企業已經消失了很多 他們那個 自己的那個 自己的自傲感已經都消失了 已經跟我們看都一樣 你看看 這裡要來講到 現在的日本國 現在的日本國的憲法 新憲法 跟旧憲法的關係 對日本國的73條 到現在的那個 法律制度 就是現在新日本的那個法律制度的關係 日本國的憲法是緊固 台日本地國的憲法 第73條 的規定的政策 所修改 所以 新日本國的憲法 是自憲還是修憲 修憲喔 它是修憲架構喔 一個國家滅亡之後 重新建制才叫做自憲 一個國家沒有滅亡 他只是改制 因為戰爭的關係改制 那叫做修憲喔 所以新日本國的憲法是按照 就憲法的第73條程序下去修改 這個關係在新的 或是 日本國的憲法第七十八條 要有下 在台日本地國 憲法情體性的法令 作為含新憲法最違背的時候 跟台日本地國的憲法 同時失效 這個意思就是說 只要沒有違背新憲法的結果 舊的台日本地國的憲法 跟日本國的新憲法斌佈在後 同樣有效 同樣有效 我們台灣有這句話叫做 新勵無疾 舊勵無疊 只要沒有去衝突到 舊勵也有效嗎 也有效 還有效 現在來講這個日本 日本的憲法 這就是 日本國新憲法斌佈的時候 一直四六年 在國的脆落 天宏所簽的一個文書 正就是說那裡的方法 我們的天宏 基於日本國總體名義 在新日本的建設基礎上 然後經過蘇密院的顧問諮詢 經由憲法 第七十三條規定 由帝國議會表決 批准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修正案 大家看到有沒有 這是天皇造書頭上下的內容 我把它插入下來 新的憲法就是 台日本的地國的修正案 這樣有憲法要折落嗎 要折落嗎 一個國家的憲法要折落 國有折落嗎 當然要折落 我們來講這個關係 等一下來講這個關係 當然 我們現在台灣民進府這裡 蘇正後 可以直接用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可不可以 不行 為什麼不行 如果要實施的時候 我們的古憲法的時代 我剛才告訴大家 要因實至於 因滴至於 時間不一樣 要改 第一點對上不一樣 要改 當然這個最高的母法 大日本帝國母法 我們要奉為至上 然後從那邊去修正回來 叫一部新的憲法 才能夠實施 就像一台車 那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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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用 汽車不用了 然後把鑰匙拔出來 把引擎關掉 把電燈熄滅 然後把門關上 把那個 那個 整個那個車庫門 甚至關起來 有沒有代表 車子壞掉了 沒有 車子沒有壞 他只是說 目前因為有一些事情的發生 所以不用了 那要重新開的時候 你說可不可以我們 多分兩隻去美國七號 一九月 現在回來 要來開這台車 煉已經消風了 油乾了 水乾了 要重家重天 再重新整理一下 要不要 要整理一下 我們在台北 現在已經停六、七年了 沒空了 這個大機器 已經67年沒有運作了 那我們需不需要因時置疑 因地置疑 要 因為那個時間點 沒有男女平權的觀念 男人 那個時間點 沒有 沒有管理 沒有政治管理 男人是把房子搞得好 男人是在房子 都要 所以日本也是以女性為主 家就是女人的 王國 男人是在外面打招 所以我們要來修正 這個 目前 現在所推崇的那個 自由平等觀念 跟男女平權 尤其這男女平權 要把它修正回來 不然 我們台灣民主 可能冠冠冠的減一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一定要追得上 目前的那個最新的 統心的這個世界潮流 讓女人也擁有權利 尤其我們台灣 台灣的邊寶族 跟我們那些高砂 高砂族群 大部分都是母系社會 那是聰明那些 既那些人 把我們喊發下去 後來不是母系社會 我們以前這邊的話 男人是女人的附屬 男人那個女人才是老大 男人不是老大 男人也不是老三 也不是老三 不知道是第幾人 我不要這樣說 主要是要說 這個 不能直接拿大日本帝國的憲法來用 一定要經過修改 要來整理 模擬劇 這個大多季才 再重新再建置起來 再來我們來介紹 大日本 帝國 跟日本國 的憲法 修改歷史 跟台灣澎湖的關係 我這個做這個年表的意思 就是 各位先輩 包括在民體政 在給我們看的一些 專家學者也好 或是一些朋友也好 你們可以去看這個年表 的研製 我要讓大家知道清楚 到底我們台灣人 是什麼人 日本人是什麼人 古今山河邊條約所簽 是什麼人在簽 這個很重要 100 100 9年 11月29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 這是明治憲法 實施 台灣是在10095年 過五年後 下官條約 台澎 群島永久 割浪於大日本帝國天皇 國民總統跟我們騙說 還是 台灣是掛到什麼 日本 不是 不是 大家 現在電腦很方便 大家如果回去電腦查 馬官條約 還是下官條約 這頭上有什麼 我可以黏一下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為定立合約 被兩國及其臣民重修平和 共享幸福 杜絕未來 將來的紛爭之端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特檢 就是派一個 做青蔡大臣 就是李鴻章 跟姻子李金方 做全權初始大臣 再來 台日本帝國這邊是派伊藤博文 跟那個 陸奧宗光 做交割大臣 所以 但這個馬官條約 開宗明義第一章 第一頁 頭上就是 台日本帝國的天皇 跟大清帝國的天皇 所交過 那東西 我拿一百塊 叫我兒子去買豬油 我兒子 我兒子 去甘馬店 一百塊 跟豬油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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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幫我簽一個合余 有一個派任狀 白紙黑衣 簽派任狀 而且 大家 那裡來看這個 看這個派任狀 是不是 政客是 那個油的本身 那裡的風土 兩個風土 所以派任的 好 這樣搞掛 台灣 那是 日本的 不是日本的 是 台日本帝國天皇 的 大家要清楚這點 我們 台灣 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十二百部 三分之一的土地 六個屯肯區 在一百九五年 掛號日本 那是 南部 跟中央 中央山脈 那三分之二的土地 那什麼土地 那高砂族的土地 三分之二都是高砂族的土地 對不對 結果 那個 清帝國打敗仗 結果 他割讓了台灣還包括 人 不是他的東西 不是他的那個國家 不是他的國家 他的土地 所以 台日本帝國 一百九五年拿到 依照那個 那個和平條 拿到台灣的西半部 三分之一土地之後 在東半部 花了二十年的時間 經由通婚 經由戰爭 下去跟原住民融合 他們派他們的貴族 派他們的貴族 來跟我們的原住民通婚 這點 可以有一個佐證 在那時候 去年有一個叫做廖 我不要說大名 一個洗廖的立委 他說什麼 原住民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特別補助 原住民很多都是雜種 他這樣說 為什麼他要這麼講 這不是雜種的問題 在1895年到1915年 這二十年的時間 日本派了很多王公貴族 包括男人也有 男人也有 男人也有 來這裡 跟我們的原住民的 那個首長 酋長 或者是組長 通婚 跟他們的下一代通婚 很簡單的 你們不接受我的通婚 我就跟你打 有沒有戰爭 還是有戰爭 二十年一共殺了台灣人兩萬 那可是大部分都是經由通婚 下去衍生的 可比我們兩個 沒有任何的關係 結果我們 我女兒去看 看家裡就是妳兒子 我的財產不是妳的財產 妳的財產 也不是我的財產 是不是這樣 我的財產是我女兒的財產 你的財產是妳兒子的財產 結果他們兩個看一個小駕魚 結合起來通婚之後 這樣 我的財產總會變成 我女兒的財產 我女兒就是妳兒子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經由通婚的模式 然後 讓台灣人變成 那個台灣的那個 那個原住民 各族群的原住民的組長 變成是日本的華族 他們的王公貴族 這些是屬性 這是事實 所以去年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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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萬榮 我說他的名字沒關係 這他自己說的 說原住民族民很多是雜種 其實不是雜種 那是貴族通婚 那是日本的貴族 然後在1895年到1915年的時候 派了很多的貴族 他們的王族 來跟台灣人通婚 我們台灣這邊的 酋長的小孩 也是很多都去人家做人的媳婦 做人的 做人的 做警察 所以我們很多的原住民 身上血液裡面 留的很多都是 不是雜種 那是日本貴族的血統 所以你們是台灣的貴族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結果國民黨那個生涼的立委 說我們是雜種 我們不是雜種 他們 很多人才是雜種 那不是 是不是這樣 是 雜種是很順利 很順利 謝謝 這個雜種是罵人的話 他們用知那人 侮辱人的方式 在侮辱我們 可是這是歷史事實 我必須要跟各位 撐清楚他講的部分 當然他說了沒多久 被風下來 現在都要把他翻起來 都要把他翻起來 因為他把一個點打破去 一個點打破去 阿翔要延伸說 現在都不敢出來 這幾十分鐘的時間 全台征服 征服的方式 有用打的 你如果要翻空你就打 阿你如果要跟我通訓 我日本 派貴族跟你通訓 你也是日本貴族 阿當然 我的後生 我的女兒 去嫁去你們那裡 或是說帶你們那裡的人 的時候 也是你們台灣貴族 日本貴族就是台灣貴族 那有沒有不一樣的 沒有齁 都一樣了齁 這廖安隆 去走出來齁 所以 這幾十分鐘的時間叫做什麼 軍政時期 叫做軍情時期齁 再來 全台政府 全部台灣都收穫起來 到1945年3月1號 我們台日本 帝國 實施黃民化 這段時間叫做訓政時期 什麼叫訓政時期 教導我們使用日本的文化 因為那個時間點 我們整個亞洲台日本的帝國 他接受到西方的文藝復興時代 對人的人心 自己的心靈 自己的那個靈魂的改革 還有一個叫做工業革命 就是物資就是我們 生產的一些方式 用工業去推動 用工廠去做 日本接受到通信的文化 結果他拿來給我們台灣人 所以我們台灣人 所以是學習的 就是全亞洲通信前的 一個教育 今天人來這裡 我們200幾年 有給我們通信前的教育 那有 沒有 沒有 甚至他在1895年之前 還發生了兩個事件 在國際上 公然 否定他自己 擁有台灣的主權 大家可以回去查 一個叫做南甲之盟事件 或者是說 游立者事件 或者是羅發號事件 那就是美國的商船 在我們俄籃平外海 我們很多 我這裡有看到很多 屏東的朋友 在俄籃筆劃的那裡擱淺 結果 他們的人 十八的人 十八的人 之後 把我們百萬祖的人 把他殺掉 美國 總要向 清帝國抗議 清帝國的代行 說怎麼樣 升班 升班之地 為王化所不及 意思就是說 那是千萬那帝 那白萬祖不是我的人 那個地方我沒看到 你們要怎麼知道 所以最後 美國就派了兵 然後跟原住民打仗 還打敗 還打敗 其實這個打敗 那個有時候我才說得清楚 其實是美國人 他 他 不願意做不對等戰爭 這個我之前有說 當然 有興趣的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在 那個我們那個 那個網路上 再去搜尋那個 以前我在講的部分 這事情不要再說太多 還有一個就是 牡丹色之鑑 這大家都沒聽過 對不對 牡丹色之鑑 為什麼日本要打台灣 清帝國有沒有干涉 沒有干涉 為什麼 毛昌溪就是 他們那個清帝國的官員 他說 身番據我一話外 法語不法 為貴國制裁之 這句是什麼意思 毛昌溪就是清帝國的官員 說 那是清帝國 那不是我的 台青帝國的人民 要跟他講 不跟他講 你自己決定就好了 不用跟我問 他是不是放棄 在國際的事件上 公然放棄台灣的主權 有沒有 有 有 甚至白萬族 因為戰勝 因為戰勝 白萬族因為打敗 美國海軍 當然這是事實 我必須這樣說 他還建制了一個叫做南甲 資盟條約 那國家可不可以跟一個部落 簽署條約 可不可以 不行喔 國家要跟國家才能簽訂條約 那個 那個羅法號事件的時候 美國是把台灣族當成是準國家 至少是準國家的 城邦國家的 的那個形式 他跟清帝國有沒有在一起 沒有 所以我們台灣人 叫國民黨跟我們教會說 台灣人就是 中國人 對不對 不對齁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我們 而且中國人 也沒有跟我們台灣人 當作是他們自己的人 他們在國最重要的時候 我們 資納人 從來沒有 為我們台灣而戰 不要讓我們做戰爭 我們如果有 或是我們有 跟我們 當作是他們自己的人 他有來跟我們教育 說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沒有 他有先來跟我們教育 沒有先跟我們教育 我們我不知道說 角海 因為得野之後颱風飄過來的那些船 不會真的唱 如果你沒有跟它說怎麼唱 你怎麼不知道它是沒有 Mur 沒有補 那個就跟動物沒有兩樣 我們是這樣子認為 那是自然認定的 當然 不是看 美国人不是只有在台湾发生中台去菲律宾也是同样 也是把他们当地土著处理掉 南岛与世的人处理掉 所以青帝国就在南甲之盟跟牡丹色之间的时候 公然在国际上宣称他放弃台湾的主权 这是属性 这是属性 再来 1945年世卫出席时 台日本帝国因为天皇万部教书比修宣大会更大 那个层级叫做恩典 那就是天皇赐给台湾人民的恩典 让台澎群岛人民拥有参战权跟参政权 所以我们靖国神社 台湾人都种多少人在那里面你知道吗 三万九千一百的 我们会先拜 当初是日本跟美国战争的时候 为了要保护台湾 为了要保护台日本帝国 叫王奉事在靖国神社 所以国民党很怕我们去拜靖国神社 他越怕我们越来越去拜 他为什么 那里面的人是在保护我们的英靈 那是台湾人 台湾人现在日本人在拜 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人 日本人想要拜别人的国家 想要拜你们台湾人 因为你们台湾人就是方民 你们才是真正的日本人 就是这样 台湾群岛成为大日本帝国 按照万国公法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对那个时间点内地延伸 那就是台湾行线纪念日 台湾的那个真正行线的时候 行什么线 大日本帝国宪法 那我要问各位 中华民国宪法的领土里面 有没有包括台湾 没有 因为为什么 中华民国什么时候建国的 1911年 1911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什么 大日本 英国宪的林本园 在台北市那里 林本园的那个点 他现在台北市那边 在林本园的商店那边 设了一个叫做 中华民国驻 大日本帝国台湾总领事馆 我要问大家 总领事馆是设在国内还是国外 当然是国外啊 那是外交单位 当然设在国外 那是我 那是中华民国设在台湾的外交单位 当初是有标准 中华民国的人 哪里台湾这做生意 在做工作 都很多人你知道吗 一万多个人 当初的台湾有多少 有多少的你知道吗 650万到680万左右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高砂组 还没有全部都做登记 所以有很多没有报复口的 甚至到现在都还有 甚至都还有 现在还有 当然比例比较少 所以我们台湾人那时候 650万至680万的台湾人 有这有1万几个中国人而已 你们台湾人一直说 你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不是很好笑吗 人家的宪法里面根本没有写你 那你竟然去投票 去帮他选总统 结果他们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 规定的主权里面的人民 包括 外蒙古 包括那些 青康站高原 谁中那边 包括那些东北三省 包括那些大中原的地方 他们有没有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没有耶很好笑耶 中华民国的总统 竟然是由外国人帮他们选的 这样有合法吗 有合法吗 不合理的东西都不合法 不合理的东西都法理 不合理的东西就绝对不合法 所以中华民国的总统 在国际上有没有被承认 中华民国有没有被人家承认是国家 当然是没有啊 你美国的总统叫日本人来选看看 看是不是你欧巴马 是不是你科林顿 絕對就不是啦 絕對是他们日本人 有可能日本人 要去帮他们美国人选总统 有可能说 美国人要把总统 叫他们日本人选 美国人不要选 有这种事情 没有这种事情 台湾人很喜欢去 很喜欢去插人的事情 那就跟我们无关系 我们就很喜欢去插 你可以看看 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 拥有公民权才能够参政 对吧 什么叫参政 选举啊 你看看你的政府 中华民国给你们的身份证 上面是写公民身份证 还是国民身份证 大家都拿去看 全部都是国民身份证 你们都违宪 有没有违宪 真的违宪啊 你们又不是中华民国的公民 那你们凭什么去跟人家领票 盖中华民国的总统 这都不对 是不是 我们台湾人要跟你建制政府 我们要选自己的人 是不是 做我们自己的官 做我们自己的政典 我们所有的建设 我们的政典是要让我们的后代的孩子 与这生金与这 为了这个台湾 选世 那叫效忠 效忠于这个主权 要来建制 让我们的 这些人 又怎么打拼 又怎么外交做 你所村外的钱 是不是都要交给孩子 是不是说孩子在给你收 因为孩子就是你留下来 与这个世间留下来的一个雪麦 那你的钱就是要 你这个休息的公金 就是要建设 你的孩子 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好 是不是这样 结果我们的钱 都去吃中国豬 中国豬 那很厉害 那他们一个官员 拿一份薪水八万几块不够 又去减很多董事长 那女儿 他们的子公司好多好多 你看最近拼在彼岸 一个人减三四个董事长 那只要领薪 领到怎么办 你们台湾人都在做什么 这叫二爪 中刚的那个董事长 明明都已经 优退了 结果他违反旋转门条例 又回来做子公司的董事长 接送领子 喔退役已经生了一人 又回来做董事长 再拼一举一次 那些人 那些人的老人 我们台湾的老人 都在乞女子 那些人感受保障 不 很可能 啊 这个我们 我们这样 他在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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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吃一些这种 在唱到多久你看 你看看 和行政院的秘書长 那不会太大 太大 全行政医家 三個人在上班而已 就是基統一位 當然他一直在裡面 我這樣講 我比拼一段 再來我們來講 介紹說不要影響太多 1945年的八月十五 台日本帝國導航 台日本帝國導航是不是你們台灣人導航 是 因為為什麼是 我們的三萬九千一百的先輩現在 佩在進國神社裡面 我要向各位說 金貝舟接待完之後 他有叫我們去幫忙打國公內戰嗎 有沒有 有 很多我們可能的日本籍的台灣兵 去幫忙打國公內戰 去幫忙打死在大臣島 那些人回來的時候 我們都有做學習 有做工作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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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我們諷刺在中華民國的中列子裡面 沒有 那些後代的人 那些青青 那些孩子 他流下來的那些孩子 有接受到中華民國的補助 說這是要做那個先烈在幫國民黨打下去 這算怎麼要幫他補助 有嗎 沒有耶 為什麼 我們台灣人他沒有幫你當作同胞 結果我們的台灣人會先拜 請日本人當作同胞 沒有啦 死了後一樣在那裡在拜 英勢在拜 英勢在拜 英勢都是 台日本帝國的身 英勢都是台灣的身 中列子裡面沒有台灣人 很奇怪 很奇怪 所以導航 台日本帝國導航之後 美國軍事占領日本 琉球 跟台灣配合 他設三個軍事占領區 這個軍事占領區很重要 如果各位說 軍事占領區一個在日本 本國裡面 一個是琉球 琉球群島 一個是台灣 分成三個占領 分成三個占領 麥克爾阿森一號命令 是 賀金蓋舟來台灣台冠 就是這個麥克爾阿森 他為什麼要給台冠 我給各位說一下 這個就輸了 因為他的第四軍團 麥克爾阿森為什麼叫做將軍 為什麼不叫元帥 你們怎麼知道啊 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太平洋戰軍區的元帥是誰 初期是麥克爾阿森沒問題 不過他的第四軍團 我們在菲律賓克爾阿森這地 騙我們台灣人四千的高砂義勇軍 抬進去 把他們殲滅 當然也不是全部殲滅 我們說的殲滅 就是他們全部打扮下來 日本人有把他們打扎嗎 沒有屠殺 沒有屠殺 十三萬八千人是怎麼 什麼樣死掉的 你知道嗎 我說給各位聽 美國 當初是日本用四千的高砂義勇軍 開路進去 之後 日本他沒想到說 裡面那麼多人 十幾萬人 他也沒想到說 有辦法那些建築收起來 因為克拉克基地 三面環山 都是原始林 一般人沒辦法從那裡走過 本人家背不開 因為那個高山絕壁 本人家要從那裡背開 如果要從那裡隨方站那個很難 所以他就開一面 那邊是準備要和 日本國 大日本帝國的那個 黃軍作戰的地方 就是正面著 三面環山 他就說這有而已 我只把這個門 他擱好就好他就打不進來 結果沒想到說 日本人 用高砂義勇軍四千的 開路開進去 從後面開進去 所以一次就交貨 分人機兩百幾台 那裡做作戰的士兵 十三萬八千人 結果 日本人敢有打散 沒有 結果那些人怎麼死 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日本 他們人所和美國人所 差不多十幾萬人 去跟他們交貨 十幾萬人 結果要養十幾萬人 因為那些人 那些人食不夠 帶沒有那麼多東西 所以就怎樣 用那個皮膚的 本來 可以吃一斤的東西 一斤吃一斤的東西 春三牛 春兩牛 大家吃一塊 吃一塊 吃一塊 藥品帶沒有 結果 在 一個 菲律賓那個地方 發生了叫做 死亡行軍十港 他對這個 克拉克基地 要移防到另外一個地方 因為他已經被公佔了 要移防過來的時候 那些美國大兵 感染的荔枝 蠻荔枝 那些荔枝 傷痕 白癡的超過七八十趴 其他都做作戰斧 做作戰斧 怎麼有跟他們打散 沒有 沒有 所以這個死亡行軍 我們 的歷史我們就可以看出來說 大日本帝國是按照 建政法 萬國公法 在做的 所以日本 之前有一個叫做九元 現在就是那個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東京都的 那叫做 道地師 九元生死怎麼說呢 日本沒有戰犯 這是不是屬性 我跟各位說 日本真的也沒有戰犯 他說了我又說一次 大日本帝國沒有戰犯 為什麼沒有戰犯 那個當初十三萬八千人 他們是病死的 破病死的 他們也是 他們那裡做外來的 在漫荒之地 受到脹氣 受到麻辣 或者是那個傳染病 感染 當然 日本人 他沒有帶那麼多人 他也不知道說 他一次發作抓到十幾萬人 所以病死的 沒辦法 這個是事實 我問你 敵系軍團的 元帥的敵系軍團被剿滅之後 他還能夠繼續當元帥嗎 可不可以 不行 不然就尼米茲 把他載去澳洲逃亡 澳洲逃亡 所以真正的 元帥是尼米茲 所以我們叫做 麥克阿瑟叫做什麼 將軍 他不是元帥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樣來 因為他的敵系軍團已經被剿滅了 所以麥克阿瑟恨你們台灣人恨得入骨 不要你們高三義用軍去給他開路 日本人根本打不下去 那個克拉克基地 麥克阿瑟很清楚 所以他總要把這個所在說 他不敢 他自己也是 受過那個正統的那個軍事教育 他也知道政政法 他也知道國際法 他自己不敢把你們台灣人修理 他總要派這麼久就要幫你教 總要變這樣 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美國麥克阿瑟要命令讓蔣介石 指派陳怡代管 結果1945年10月25日 台日本大國台灣總督府 招政局給他改善 招改善去 這就是 就是我們和平條約所放棄的東西 再來 1946年 春天的時候 日本國修憲草案 擬定 因為全世界都可能那個地方 竟然等兩顆原主堂 還沒等到原主堂之前 大家都不知道說 原子彈 不是只有威力很大而已 它還能夠留在那個 那個 那個 被 被轟炸過的地方 萬年不壞 那個 那個radio就是那個輻射線 那輻射線是一直都流 日本那個美國人不知道 全世界都不知道 第一次撞的時候 第一次彈原子彈 結果發言就說 啊慘了 那些東西沒辦法處理 那個 兩顆原子彈是違反戰爭法 那這就無差別 一律屠殺 所以 就我們在說 就我們 就我們提示在說 台日本大國沒有戰犯 美國哪有戰犯 有啊 麥克拉社就是戰爭犯 那兩顆原子彈就是戰爭犯的行為 所以到現在台日本大國 有跟人簽合併條嗎 沒有 因為這戰爭犯的認定 還沒有回歸到正統上 萬國公法的那個正統上 所謂的無差別屠殺 這個部分 上賣被送還不知道 所以還沒 不過 以現狀來講還是被佔領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 台日本大國天皇 他選佈逃行 他目前是被佔領狀態之下 都沒有改變 台日本大國天皇 按照麻管教育的模式 就地踏坎 大家如果有時間的時候 可以去看麻管條例 上面有寫就地踏坎 是怎麼教育打牌後 就地踏坎 要負過啊 是不是 你叫 我們這裡都 很多 我們本土的人都有土地 你的餐地 如果要頂戒子的時候 不要來負過 還是叫人人人人 就尊重 大家就簽名就好了 那這樣 麻煩一下 來跟我簽一下 沒有啦 都一定是頂好蓋子 叫做 人人 切兩堆的人來切兩櫃 月好 蓋子之後 然後 大家再去學一下 看看 頂了有好色 不好色 是不是這樣 沒問題 大家才簽名 麻煩條例也是這樣 因為台日本大國 在1945年前排 1946年 外國人 為了要給日本 我們 蓋的可以脫離開 可能的 總共蓋的 平身 可以回合起來 所以讓他們 修憲 然後 脫離大日本帝國戰 的架構裡面 然後自己 成立一個自治區 所以現在日本國 那不是國 不是喔 日本是自治區 大日本帝國的自治區 所以 他們剛有宣戰權 沒有啊 有沒有宣戰權 日本國沒有宣戰權 為什麼 國家 有沒有宣戰權 還要外國人干涉 那個叫做國家嗎 那不是國家的喔 憲法上面已經跟你規定 白指揮師跟你講 日本國 日本國 不是大日本帝國 日本國沒有宣戰權 所以他是不是國家 不是 所以他們的軍隊 沒有 所以他在說 智慧隊 實在解釋是這樣 所以 台日本帝國 為了要配合 日本國 脫離台日本帝國 所以 在天皇 在一九四六年的時候 初春 就地大坑 大家可以找一個 Google的關鍵字 叫做 天皇行性 天皇 出去外面 走一走 走一走 行性就是行 行就是行 行就是行 行就是幸運的行 行性 或者是那個 那個行企 行客 行客 就地大坑 日本國的政體領土範圍 比照馬關條約 為什麼天皇要自己去做 偷偷 他沒有關鍵 還是沒有關鍵 因為新日本 對新日本來說 天皇是虛偽效忠 他可以派關鍵嗎 不行 對台日本帝國來說 他全壞 有關鍵 他的政體比我改 有沒有關鍵 沒有關鍵 可是身為主權者 他的領土裡面 有一部分人 要提早獲得自由 所以他只好自己去就地踏坑 天皇行性是在 發行在 一九四六年 交互天皇 我們的 交互天皇 八下 再來 一九四六年 在意外擦什麼 大日本帝國天皇 就是我們的交互天皇 簽署董儀日本國的修憲架構 日本國的政體脫離大日本帝國 有沒有包括帝國台蓬 還有琉球群島 有沒有 沒有 所以就算和平條約在一九五二年簽署之後 就只有新憲法施行之地的日本國獲得自由 那琉球群島有沒有獲得自由 沒有 琉球群島最近我們的總理 跟我們的一些先輩 有去參加他們的那個 他們號稱說日本 那個回歸 復歸祖國 主權恢復40週年 事實上是不是主權恢復 我告訴你不是 現在的日本 當初我說各位了解 這個關係 但日本帝國是含什麼 很多人 當初是同盟國 對嗎 同盟國就是聯合國的前身 請問一下 日本現在加立對 有在聯合國嗎 有啊 所以現在的日本國是什麼 但日本帝國是什麼 這就是這樣 當然這是前進造成的啦 那是他們自治摩世之一 他押著什麼你知道嗎 押著我們的天皇 他押著什麼 在在1972年的5月15號的時候 琉球群島回歸日本 是不是回歸日本 不是 是由聯合國戰勝方的日本國 去跟美國那邊 收買他的佔領權 他的軍事佔領權 所以我們現在的琉球 現在的琉球 要是在大日本帝國裡面 所以要向各位說 這個馬關條 這個時間表很重要 1952年簽署 舊金山和平條約 是日本國那個區塊 有沒有包括整個大日本帝國 有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這裡是廟大日本帝國 琉球也是 琉球也是 天皇沒有就地塌堪台澎 所以在1949年10月初 帶領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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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都忘了 現在就都忘了 現在就都忘了 都忘了來臺灣 藉由國共內戰的戰爭 那兩隻馬 就是金門炮戰 說打到尾邊怎麼 單打雙不打 雙不打單又打 就很奇怪 哪有人這樣子規定的 就說戰爭未結束狀態 所以他就繼續帶著台灣不走 他就賴了21年 你知道金門炮戰都要打多久嗎 21年 大家都知道金門炮戰 應該知道吧 當然台灣應該沒有人不知道 你們這裡都有的 還想去帶去做那個 做 中國的兵 中華民國的兵 那都不對 他憑什麼叫我們去做他的兵 那不對 結果 打了金門的823炮戰 一打 打掉一當 哇 你看各位報告 這21年 中國有沒有機會打澎湖 不要說打台灣有沒有機會 絕對有機會耶 為什麼他不敢打澎湖 不敢打台灣 因為台灣澎湖是大日本帝國 被美國所佔領的土地 你向他開槍 等於對日本跟美國宣戰 對不對 是啊 因為金門馬祖是人家福建的 人家是內戰未結束狀態 所以你有看嗎 周恩來打了那麼久的戰爭 有沒有一槍一彈打上你台灣 沒有啊 是怎麼他沒有 因為他知道 那個把他打下去 就算了 他要接金戒湖而已 其實他不是 他是藉由砲湖 然後掩護蔣介石 在台灣賴著不走啊 就是這麼簡單 齁 有這麼簡單齁 再來1952年4月28日 有金山河平貼獄 日本國的總理叫做吉田茂 放棄君主立縣市的大日本帝國 台澎群島 這叫做片面切割 他放棄台灣 他1952年的時候 他落在那裡有台灣的什麼東西 官司派論權 他有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沒有啊 吉田茂你已經在1952年 剛才說了1952年的時候 你已經 簽署新的憲法 已經 那個法律 是有 按照那個時間 按照地點 所以因時制宜 因地制宜 所以 現在的日本 已經不是大日本帝國 他是聯合國戰勝方的日本國 那大日本帝國有沒有簽署和平條約 沒有 沒有喔 簽署的是已經修憲脫離出去的日本國 所以日本國能不能代表整個大日本帝國 可不可以 不行喔 英國的女皇可以代表大英國邪 可是英國政府可不可以代表加拿大政府 不可以耶 他可不可以代表澳洲政府 不可以耶 齁 就只有英女皇才是大英國邪的女皇 沒有代表說 你英國政府是代表加拿大的 的那個政府 沒有這回事喔 是沒有這回事的喔 所以在1955年的4月28的時候 日本國有台灣的主權 已經脫離出去了 有 沒有喔 他有什麼東西 4月1號 開始生效的台灣總督內閣的 內閣的派任權 台灣總督從4月開始 1945年4月1號開始 由 日本的原本的那個 那個內閣下去派任 就這麼簡單 他放棄這些東西 那些東西有帶著嗎 沒有帶著啊 1952年的時候 台灣總督府還在不在 不在啊 不在的東西你可以寫在那個 白紙黑日寫在那個 和平條約上面嗎 不行啊 所以他總要怎麼樣 用形容的方式 我放棄我落地那裡的東西 我所有的東西 結果落地那裡什麼東西 空閣的 空閣的 他有說要有什麼 因為沒有人 為什麼沒有人反對 因為沒有人收到台灣的主權啊 我不是說我落地那裡的東西要交給你 不是啊 我是說我的 落地那裡的東西要拿掉這樣而已 你有沒有損失 你沒有損失啊 對不對 我不是做一個動作啊 落地那裡進去 這樣啊 我已經帶了你了 結果落地那裡是空閣的啊 1952年的 日本有 擁有台灣的主權 有 沒有耶 不然那個放棄什麼 騙大家 用騙的啦 這是騙的啦 所以現在日本 日本去跟 那個北方四島 跟那個俄羅斯 在唱那個北方四島 唱有沒有 俄羅斯的總統怎麼說 俄羅斯的那個軍隊怎麼說 你們 你們不能代表 那個 那個 他沒跟公婆說 你們不夠資格啦 你們不能來要 因為那不是你們的土地啊 為什麼不是他們的土地 他們的新憲法架構裡面有沒有 包括北方四島 有沒有 沒有耶 啊釣魚台是誰的 釣魚台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啊 那是你日本國的 你日本國當初 1946年的時候 昭和天皇 有去琉球 有去釣魚台那邊走透透嗎 沒有耶 那是你日本國的嗎 不是 所以日本人 去逃 去 去後衛那個 釣魚台群島 結果 中國怎麼說 你不能 那個不是你的土地耶 這句話說對 他沒說什麼 那是中國 傳統以來 固有的領土耶 什麼叫做傳統 馬關條約已經舊滴他 那已經爬掉了 什麼叫做傳統 對不對 我如果把那個 本來要把我土地賣給鑑鑑 我還可以去那裡做嗎 不會啊 那不是我的土地 叫賣掉了 馬關條約的時候 已經被 中國支那給放棄了 所以 日本國的政府 自治於大日本帝國之外 我們常在說 台灣獨立 台灣獨立 結果日本獨立去了 你獨立是什麼意思 有些 問題是 台灣的主權 有沒有在中華民國的手中 沒有耶 我的小孩 後面大後 他 帶我生小孩 他要出去 自己去 自己去 他就向我發獨立 向我發獨立耶 說 爸爸我要來跟你 分財 我要分一部分出來 你要把我競爪 我們是不是都要六點子 一部分都拿給他 他說好你出去 這樣是不是 他去跟鑑鑑拿 去跟鑑鑑拿就變成了 鑑鑑不是他爸爸 主權在我身上 我兒子的主權在我身上 他當然是向我宣布獨立啊 那我們台灣的主權 不在中華民國的手中 那我們那些 長期以來 為了台灣獨立而作戰的人 在幹什麼 你知道什麼人在畫台灣獨立嗎 鄭南龍 鄭南龍你知道是台灣人嗎 不是台灣人 福建人耶 福建人耶 福建人不爭取福建獨立 結果跑來台灣在那邊喊台灣獨立 他在喊什麼 大家來想這個問題 他們是要希望外星人 他既然走路來在台灣 他希望在台灣生金 他希望在台灣大陸 他不要回去那個地方 他來這裡的時候發現就說 喔 這日本人建設得有夠好 他們來的時候你知道嗎 那個水道頭 他看到人在轉 那個水道頭這樣轉 喔 早期說金方買一個水道頭 鞋子都炒下去 頭到家裡炒下去 也在轉 轉沒有的時候去給他老闆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那個打開都沒有水 不可以說哪有水 啊他們都不知道有水頭頭的東西 表示他們的農夫 表示他們落伍 其他人當初是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這個人 所以再來 1972年的5月15日 大日本帝國的留給民政府改善 就是我們這次有去慶祝他們的 那個回歸主權 其實不是回歸主權 他們是被美國賣賣 同樣是戰勝者那一方的日本國 託館 這樣讓他們 拿著獲得自己的尊嚴 為什麼 因為四月前一天 1945年41號 美國大軍進攻 琉球群島 那一天發生了很悲慘的登陸戰 死了很多 差不多3分11 3分12的那個 那種 尤其沃茄外的人 包括老人 包括孩子 包括女兒 包括女兒 都去戰 只要有會走的都去打 只要看到金頭毛都抬 為什麼 因為已經打起來 人家 已經打到那個 大日本帝國的那個領土裡面了 所以 不分男女老 他綠打 因為這樣打 不要好想說嚇到 美國是什麼人在戰 兵在戰 女人在戰賣 女人在戰賣 老人在戰賣 和這些人都在跟我說的時候 每天都睡不著 就像一百九五年的時候 日本人來台灣 每天都睡不著 睡覺的時候 從外面放這麼久 頭部就不去 就去 叫我們的高三豬 帶去做朋友 帶去做朋友 所以大家可以看 就像我們和平條約是在1952年的新簽署 不是我們台灣人沒有自由而已 含牛牛 都是在1972年的五月十五才自由 這樣 他有代表大日本帝國 有嗎 沒有 他是代表新憲法的日本國而已 那叫做局部 大日本帝國的局部地區 我還要說回來 大日本 那個現在的日本國 不要講小日本 新日本 新日本 他已經按照修憲程序 然後又建置 他已經加入聯合國的 的那個組織裡面 他還有代表大日本在說 沒有啊 沒有代表 他放棄台灣的什麼東西 台灣 台灣 台灣總統府的官署的派人款 就這麼一回事而已 那以後我們台灣民政府 重新建置起來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放棄日本 放棄台灣的是日本國 可是我們台灣民政府是大日本帝國 現在目前的唯一政體 我們給他放棄 沒有啊 阿伯他們的官我們給他牌 他們的官我們給他牌 我這裡講完 等下大家兩問這個時間 對我們 對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台日本帝國 英文名叫做 日本國叫做 日本 不一樣 不一樣 台日本帝國前排 港有賣國 沒有賣國 但是日本帝國的憲法 因為前排比 前排這美國上升 有沒有取消 沒有取消耶 在日本國是用修憲的 修成新線的方式 在那邊局部的自治耶 再來 台澎群島有沒有任何 有效的法律文件 包括救星山和平條約 脫離大日本帝國架構 有沒有 沒有 沒有耶 脫離大日本帝國架構的是誰 日本國 日本獨立去了耶 所以日本人跟管理會對 管理不會對 因為你不是台灣人 你是台日本帝國的人 1972年的5月15日 劉Q民政府 因為帝國 台灣群島 又是台北 沒有本土的賬款 沒有真的租款的賬款 所以他只有 新加立 新憲法的日本 讓自己的人 押押 兩個兄弟 讓他押押 讓他押押 這樣 暫時獲得那個 比較好一點點的自由 可是他不代表他是完全的自由 他搞錯了 劉Q你是台日本帝國的地方 你不是日本國的地方 你知道嗎 所以台日本帝國的政體 本來有三人在那裡 一個就是日本 一個琉球 一個台灣 兩個都獨立出去了 兩個都注意了 春老街在行政政制 什麼人 你們台灣人 啊台灣的民政府 台灣的民政府 現在是 台日本帝國 為了政體 為了政體有什麼好處 沒有好處 兩個在那裡都出去了 都注意了 像我們在做工 在行政政制 那個台灣關係法 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在頭上 不會很熬去 美國有 給台灣防衛性武器的義務 什麼叫做義務 不用錢 不是叫義務 你是你兒子 要有收錢嗎 那叫做義務啊 美國在上面寫義務兩個字 他是要免費提供才對 那為什麼每年的都要 編1000多億給那個美國 一部份 台部份 那差不多七八八八都被國民黨 黑了 那就是在立政政制 怎麼真真真真 我都這樣形容 所以 現在的台灣是 台日本帝國的政體 日本 我們常在說神聖不可分割 我們紀念知道 我們自己是誰 我們要來做政客的事情 台灣民政府 台澎群島 現在是台日本帝國的唯一 國民的河長 日本國 琉球 百風速度 那抓到那個 所謂所謂的 主島 就是抓到那個 那個叫南韓所謂所謂的 新南群島 現在22的國家 台湾在分割什麼人 要比較大的 那都是我們台日本帝國 台澎群島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本土台灣人 這個政黨的日本人 順序的 台日本帝國的風民 我們到現在有背叛天皇嗎 沒有背叛 竟然小鬧去而已 說我們是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不過 那是他們在說 我們知道的人 我們沒有這樣說 我們台灣人 就是大日本帝國皇民 你們要效忠的是誰 日本天皇 我們是順序的皇民 到現在 要在那個政治聯合裡面 在做努力 在替台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到現在 有遷守和平貼獄 沒有遷守 所以什麼人 擁有 釣魚台 以政體來講 台灣擁有釣魚台 我頭過的民主要跟他們唱聲 台灣擁有釣魚台 像 日本跟那個中國唱聲 台灣擁有釣魚台主權 台灣擁有 北方四島主權 這句話是要向俄羅斯 跟他唱聲的 台灣擁有主導主權 這句話是向南韓所唱聲的 這都我們的所在 因為我們是大日本帝國 因為我們台灣人 是正港的皇民 我們是向天皇 所效忠的皇民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好 感謝大家 請起立 走 樓下吃飯